你知道每天只工作四个小时就跃入过万的高铁司机 他的工作内容到底是什么吗 看完这篇视频 你是否会羡慕这份工作呢 在不少人的心中 高铁司机是个非常轻松令人羡慕的工作 这是因为高铁早已实现智能化 全部采用自动化控制 司机只需按下按钮 列车沿着铺好的轨道一路开到暂停下就行 加上每天只需工作四个小时就能跃入过万 这样的工作实在是太香了 可是你了解他们真实的工作内容有多复杂吗 虽说高铁智能化确实给司机带来了便利 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高枕无忧 高铁司机和飞机驾驶员一样责任重大 他的一点失误可能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所以在他上班时间内 必须全神贯注的操控列车 在这四个小时内 为了确认司机没有乱跑 高铁公司规定司机 必须在每半分钟就踩踏一下 脚下了一丝报警器的踩板 如果十秒钟内司机没有踩踏 驾驶舱内就会发出警报 如果还是没有踩踏 那么列车将会停止行驶 这对于高铁司机来说 就是一次重大的工作失误 耽误的不仅是高铁到站时间 还有其他车次的人体调配 这个工作看起来非常简单 但是司机必须全程集中注意力 非常考验他们的耐心和专注力 正常来说 人类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时间 为半个小时左右 正常处理工作的时长 在一到两个小时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上班的时间只有四个小时的原因 或许有人要问了 人有三级 如果司机想要上厕所怎么办 这些事情就需要在司机上岗前提前做好准备了 首先在饮食上有着明文规定 那些会引起腹泻的食物是禁止食用的 并且一日三餐只能接受上面的安排 你喜欢吃的火锅 牛排 辛辣食物等 只能永远说拜拜了 所以司机在上岗前也不敢喝太多的水 就是为了避免行驶期间去解销手 如果真的忍不住 马上就要喷涌而出了 才能向上级领导请示 还得只能等到高铁到站停下后 才能在机械师到达驾驶室 帮忙看着的时候去解决一下 如果没有多余的机械师 那抱歉 他们还得继续强忍着 除此之外 在睡眠上也有硬性的规定 为了避免疲劳驾驶 司机在上岗前 必须提前到达指定宿舍 睡觉四个小时恢复精力 在此期间 所有与睡眠无关的东西必须上缴 否则一旦发现 就会受到严重的处罚 至于喝酒什么的 那就更不要想了 那么在节假日 家人团聚能不能少喝点呢 拜托 因为要保障千万的乘客 及时安全回到家 节假日就是司机最忙的时候 看完如此多的限制和高强度的工作 你还觉得月军一万的工资还多吗 而且大多数的高铁司机 为了工作方便 都居住在离高铁站近的一二线城市 而这些地方的房价 大家肯定也都知道 价格并不会低 所以综合来说 一万的工资在一二线城市并不算多 如果还要承担房贷的话 那这一点工资 恐怕也只能刚好维持住生活吧 可是如果有人说 我就是喜欢这样的工作 想要成为一名高铁司机 那应该怎样上岗呢 首先 你需要的就是像开车一样 去考取高铁驾驶证 而这就需要付出差不多五年的时间 去学习基础知识 考下驾照后 恭喜你 你可以作为实习生进入驾驶室 在满足十万公里和驾铃满两年后 你才能脱颖而出 成为一名正式的高铁司机 你可千万不要以为 熬时间就能成功 因为这个岗位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一次报名两千人 经过两轮艰苦的选拔 能留下的不超过六十人 这些人最后还要经过 最后一轮更为严苛的考试 才能有机会获得实习的资格 所以 综合来看 高铁司机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美好 必须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 更需要过硬的心理素质 能够忍受工作中种种枯燥乏味的时间 以及比医生还要长的实习期 因为背后所涉及到的是乘客的安全 所以高铁司机月入过万的工资 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简单 看到这里 大家是否还会羡慕这份工作呢 本期的知识分享就到这里了 关注我 将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科普冷知识 那么下期见了